Hello 大家好 我是安杰 我是靖初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在今天的视频开始之前 我们想给大家看一个标志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彩虹是什么意思吗 因为这个彩虹在伦敦最近真的是随处可见 不管你是去Starbucks点咖啡 然后你会在店里看到这个彩虹标志 你去地铁站也会看到这个彩虹标志 你用伦敦的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上面也有这个标志 包括你去摄政街 去牛津街 去伦敦的任何一个地方 你都会看到这个彩虹标志 这个是因为最近在伦敦近两个礼拜 一直在举行着一个游行 一个节日叫Gay Pride 中文翻译过来叫做骄傲节 你也可以叫做同性恋大游行的这么一个节日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看到伦敦到处充满着彩虹旗 到处充满着hashtag 写着love is love love helps here 我可以算作有点惊讶于 就是伦敦人民对于同性恋 如此的支持 如此的尊重 我们最近想过这个话题好多次 所以呢今天我们非常想做这一期节目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 知道很多中国人可能是觉得欧洲或者说英国是充满着同性恋 然后呢欧洲国家的人民对同性恋是比较宽容的 很能够接受 但其实事实不是这样子 我小的时候身边有一些同性的朋友 他们也是不太敢出柜的 可能是因为他们出柜了之后会遭到歧视或者是会被笑话 所以说其实这个情况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好 而且我在高中的时候 gay其实不是gay的意思 gay是不好的意思 我们可以说 oh that's so gay 这个就是说这个不好 这个我不喜欢 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带着偏见在我们的语言里面 虽然在欧洲这些同性恋还会遭到歧视 但是最近因为有一些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 他们都出柜了 所以说这是越来越常见的 而且人们会越来越见怪不怪 那么有一个运动员叫做Tom Daly 他是跳水的运动员 他是非常受欢迎的 他出柜了之后 很多人就再次进行思考 然后可能觉得他是同性恋 我很崇拜尊敬他 所以说这不是那么的奇怪 加上有一个内阁的政客 他2016年也出柜了 所以他好像是第一个在内阁出柜的人 所以说在这么高的地位的或者是职位的人出柜了 这个也是加强这个同性恋的支持率 我知道我们这一代的青年 或者说你们像进出这一代的中国人 有一大部分是对同性恋比较宽容的心态 我想请大家继续保持着这么一种很宽容的心态 因为其实你的小孩会被你的态度潜移默化的被影响了 像我小的时候 我妈妈她呢上过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基础学校 她所有的老师都是修女 她们非常传统 然后呢她呢 从她们身边学的是作为同性恋是不对的 是not right 是wrong 然后呢我小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概念 长大了一点之后 我在高中有一个朋友 她是同性恋 但是我们作为朋友的前两年 我都不知道她的真正的身份 有一天呢我跟她聊起来了 然后她说哦 其实我是gay 然后我当时就想 如果她是我的朋友 她也是gay 可见她还是一个好人 她是我的朋友 我们不能贴上标签 她是人 她是好人 她是好朋友 这个你的性向提示跟你的好坏 你的道德观 你的价值观 没有一毛关系 我们这个视频想说的是 不管有没有法律 不管周边的人 他是否 或者是周边有多少人 去尊重或者支持同性恋 就像伦敦这么多的hashtag一样 love is love 爱就是爱 我就算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都不能剥夺任何一个人 他拥有去爱或者被爱的权利 是的 love is love 我们就开始吧 嗯哼 嗯 嗯 走我开始 哈哈哈哈